朋友们好,最近我们一直观摩 就是,图俄嘛,就是乌克兰人在自己的领土上 来把入侵的俄罗斯军人怎么样屠杀,有各种各样的杀法 这个呢,我们今天就稍微给朋友们展开聊一聊 其中的一种杀法,就是用远程炮火 直接杀死一部分敌人之后,把敌人给打慌乱了 让他到处乱跑,进入雷区,然后慢慢消灭 今天早上我就发布了这么一节小视频嘛 那当然也不是我录的,也不是我制作的,音乐都不是 我只是在推特上面录了一段,给朋友们分享的 我的那些视频大部分都是从推特,TikTok上面来的 前面还给朋友们分享了各种各样的布雷的视频 特别的好玩,这就是,我们这些人也没办法 只能拿着娱乐的这个心态啊,来观摩这场战争了 那你说怎么着,我们暂时又没有能力 直接帮着乌克兰去打仗去,我们只有贡献点税收 像我呢,就给加拿大政府贡献点税收,加拿大政府呢 就用大家收集起来的钱,用那个大力神的运输机啊 把坦克运到波兰,然后交给乌克兰人 或者呢,派他的军事人员到乌克兰,到波兰,到英国 去帮着训练乌克兰的军队 这就是我们能做的一点点工作 这其实也就够了,嘿嘿嘿 第二个呢,就是援助乌克兰的当然也不仅仅是咱们加拿大了 咱加拿大呢,连主力都算不上,主力当然就是人家 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基本上 就这三个国家了,还有一些就是咱加拿大,意大利啊 等等呢,就是打下手的了 当然里头呼吁最厉害的,就是波罗的海的三个国家 跟波兰,他们是呼吁最厉害,因为他们是邻国嘛 他们受不得,看不得乌克兰受欺负 那毕竟离他们近嘛,所以呢,他们不得不反应强烈一点 最近我们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就是 北欧国家也就更积极了,瑞典挪威 以前就一直在积极援助乌克兰,现在表现更积极了 好像瑞典直接就说,乌克兰你来跟我要英师战机吧 以俄罗斯的俄制的苏制的第四代战机 要勾出不知道多少个导次了,甩多少条街了 具体的战场表现,我们进一步接着观察就行了 当然前面聊的这些呢,就跟我以前的那些视频一样 我们就是聊着跟大家稍微娱乐一下 还有一个消息给朋友们想分享的是 今天以色列的外交部长 叫科恩,他也叫科恩 他呢,就去访问了布查 他访问布查的意义是相当大的 因为以色列人对这个大屠杀呀 一直是刻在心里头的 然后跟布查的老百姓聊一聊 看看布查街上怎么个情况 然后呢,再看看当时他们 设的这个像啊,一些当事人啊 就能够深切地感受一下俄罗斯人 对乌克兰人的残酷迫害 然后就加深对俄罗斯的敌意 加深敌意之后呢,就是对乌克兰的援助 更加上心了吧 现在,内塔利亚湖上台之后 你看人家很快就说,责总 来,我这儿拿我的铁裙吧,给你了 现在可能正在协商一些细节 你说他是困着手去的吗?肯定不是啊 一个呢,是带着现货,现有的礼物去 另一个呢,就是带着承诺 将来我会怎么帮助你 这可能一直规划到十年以后了吧 不仅仅是帮助乌克兰打败俄罗斯 还有帮助乌克兰重建 以及以后发展两国的关系 人家以色列什么都走在前面 人家一直在阿塞拜疆下功夫 你看,这不是美白下吗? 现在阿塞拜疆成了以色列的 第四大贸易伙伴 是第一大能源供应国啊 当然,阿塞拜疆自己也是占了不少便宜 这个呢,以前给朋友们聊过 以后,如果我信徒来了 再给朋友们接着聊吧 另一个呢,就是哈萨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当然不是名着给乌克兰给军火 但是暗地里啊,也没少给 现在它名着就是给乌克兰援助的什么呢? 就是各种各样的发电机啊 还有就是在乌克兰各地都建设那种无敌中心 就是避难所 最近在奥德萨又建了一个就是哈萨克的那个民族特点的那个叫蒙古包 然后呢,就是用抓饭啊,哈萨克的那个地方美食啊,民族服装啊,民族的这个各种手工艺啊 然后就是吸引人们来参观 就是增加它的影响力吧 哈萨克现在可能是心里头最发毛的一个国家吧 就是人家如果把乌克兰给收拾了之后,下一个可能就是收拾哈萨克 因为在俄罗斯的电视政论节目里面 都已经提过好多次了,他们准备 就是从哈萨克的北部进攻,因为北部啊 阿斯塔南的周围啊,有很多很多俄罗斯人居住 可以作为内应嘛,他们是这么认为的 哈萨克也深刻的感觉到了 就是如果乌克兰这一次被征服了 那这些能征善战的乌克兰人 可能就不得不加入这个俄军 去进攻哈萨克斯坦,这个话题我昨天 有朋友们已经聊过了,这是必然的现象 进攻哈萨克也会进攻格鲁吉亚 乌兹贝克斯坦啊,吉尔吉斯亚 甚至蒙古,人家都可能会拿回来 会再造一个扩大版的收敛 这个呢,不是大概率事件,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现在我们稍微把这个话题就是 接着昨天聊的那个,稍微再摊开聊一聊吧 就是说,俄罗斯啊,他打得很顺 他呢,就在今年终于把乌克兰给征服了 北约,还有就是美国 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西方 大家经常骂的那几个国家也认怂了 就是说行吧,牺牲了乌克兰的利益 就跟二战的时候牺牲波兰的利益一样的 把乌克兰给卖了,说行,那就这样 你别惹我们就行了,给我们继续 供应能源,你别地方你爱怎么整怎么整去 这时候呢,就是这些乌克兰人被人出卖之后啊 就心里特别特别恨嘛 然后呢,就加入俄军,可能就要爆出血恨 但是呢,俄军大概率也不大可能去进一步招惹北约去 然后呢,他可能就是矛头蹲向 然后打他原苏联的几个国家,把他进一步统一过来 这个时候呢,这些 一部分的加入俄军的这些乌克兰人 可能就心里不太平衡嘛 就是说,平常我灭国的,你没有灭,你也得灭 大家都一起来,有罪一起受 然后呢,就是打得最积极 就去打哈萨克,蒙古这些国家 咱们知道,哈萨克,蒙古,他们最大的邻国 除了俄罗斯还有一个国家,我就不点名了吧 那时候,将会非常非常的尴尬 你说你帮,还是不帮 我就停顿这么几秒,大家想不想 那个时候,这个国家,你是帮着蒙古,帮着哈萨克 帮着乌兹别克,抵御俄罗斯的侵略,你还是不帮 好,你不帮,你选择不帮,或者甚至你帮俄罗斯 那这些国家被征服之后 这些国家的人最恨的是谁 肯定不是俄罗斯人 肯定是另外一个,他最大的邻居 好了,这个话题再往下继续延伸的说 就相当相当危险了 我呢,现在呢,思维跳跃一下 我们跳跃到一千年之前吧 最近不是国内有几场电影吗? 演得不错,好像有一部电影里头有满江红 这样一些元素吧,就说的是岳飞的事儿 那我们知道,岳飞呢,他身在北宋 阳明立万是为了南宋 他是一个跨两宋的一个历史人物 我们就来说一说,那打北宋的时候 是哪些人最积极? 并不是女真人 而是灭了国的辽国人 包括辽国的汉人 他们在进攻,就是那个 宋朝的时候,他们是最积极的 跑到最前面的,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灭国的时候 这个北宋啊,不但不提供协助 而且呢,还甚至就是帮着 金国灭了人的辽国 这个是一件事情 另外就是打南宋 南宋灭亡的时候,冲在最前面 打的最惨的 那是一批什么人呢? 就是被灭了国的金国人 就是包括金国的很多很多的汉人 咱们知道 孙朝的,就是南宋的末代皇帝 是谁逼着跳海的呢? 就是汉人,并不是蒙古人 是汉人,是金国的汉人 好,我把话就说到这里 大家先去想一想 人家那个金国的汉人 为什么那么讨厌南宋人呢? 为什么那么讨厌南宋的汉人呢? 大家心里去想一想就行了 我这个话呢,再往下继续延伸 也就相当危险了,我就不延伸了 谢谢朋友们,再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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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